2月24日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发表了一份新的财政预算案 说充分考虑对证券市场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后 为增加特区政府收入 计划上调股票印花税 由现实买卖双方按交易金额各付0.1% 提升至0.13% 政府将继续全力推行各项发展证券市场的措施 将香港的金融业发展至更高的台阶 此次香港政府计划上调30%的印花税消息 瞬间震动了港股市场 港交所股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12% 南向资金火速撤离 竟卖出于180亿港元 使得香港交易所发言人不得不第一时间出来表态说 我们对政府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决定感到失望 但我们明白该项税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提高印花税 真的像陈茂波说的能加强国际竞争力吗 实际上 从加强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考虑 应该是降低印花税 而不是提高印花税 美国早在1966年就废止了交易印花税 德国1991年废止 日本1999年废止 新加坡2001年废止 所以说提高印花税的做法是一个幌子 毕竟很多国家是取消了印花税的 那为什么还放消息出来说上调印花税 这如此巨大的利空消息 事实上 这是财政司与港交所利益博弈的结果 上午11点 香港经济日报发表上调印花税消息 港交所股票大跌 但很快该消息被撤稿 中午 港交所也许是试图对冲早晨的利空消息 发布去年业绩报告 净利润115亿港元 大涨23% 2020年 全国香港证券交易活动创多项记录 下午开盘稍有增长 但很快 香港财政司司长便宣布了计划上调印花税消息 证实了早晨消息的准确性 最终使得港交所股票收盘下跌8.7% 财政司与港交所之间通过消息之间的博弈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 过去10年 香港市场的新股总融资规模超过2.3万亿港元 在全球排名第一 其中大部分为内地企业融资 约占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的78.9% 伴随着在香港上市企业数量的增多 投资港股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 然而香港财政却不那么乐观 香港2020年经济负增长6.1% 失业率升至7% 近两年财政更是出现了15年未见的赤字现象 2020年财政赤字约3000亿港元为历史最高 预计未来4年还会有财政赤字 这也是它急切增加税收的重要原因 根据香港税务局资料显示 自1993年以来 香港股票印花税税率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1993年4月1日至1998年3月31日 税率为0.15% 1998年4月1日至2000年4月6日 税率为0.125% 2000年4月7日至2001年8月31日 税率为0.1125% 2001年9月1日税率再度下降至0.1% 并沿用至今 而据经济专家说 此次计划增加至0.13%的印花税 相对于杀伤力更大的资本利得税 豪车交易税 房地产利得税等 这个其实是力度最小的 未来还可能会增加到0.15% 港股作为最重要的投资阵地之一 此次突发消息 未来会给港股市场带来多大的影响 个人投资者还能在港股进行投资吗 对A股会有什么影响 我们将就这些问题进行研讨 交易印花税是专门针对股票 交易发生额征收的一种税 是抑制股市投机 平易市场波动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 现有的港股交易成本 大约是0.36% 上调30%后 总交易成本将上升至 0.39%左右 交易成本的上升 必然一定程度上打击投资情绪 部分资金会转投美股或者A股 但这只是短时间效应 对长线不会有过大的影响 但短时间有多短 谁也不知道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历史情报来了解一下 自1993年以来 交易印花税均是下调 不十分匹配本次的上调印花税情况 每次下调大部分是在股灾的时候 1998年4月 调整后4个月 横止下谈44%后触底反弹 2000年4月 调整后2个月 横止下谈约17%后触底 2001年9月 调整后4个月 横止累计上涨了30% 调整周期在2到4个月时间 此次上调印花税调整周期 也许会差不多 况且此次只是计划上调 具体什么时间上调还不确定 市场缓慢消化一下消息后 也许会短暂迎来一小波涨幅 但据说上调印花税 计划于2021年8月1日开始实施 对于国人来说 大的方面主要有房子和股市 两种投资方式 人们原来还有房子可以操作 但现在随着国家的大力压制 机会越来越小 房子不行了 多半可能会发展资本市场 长期会出现比较大的机会 目前美股的中概股公司 很多已经来港进行第二次上市了 可见国家是期待发展资本市场的 随着中国企业向全球扩张 未来A股内的企业也可能会去香港二次上市 香港作为一个对外沟通的渠道 长期还是看好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可以去港股投资的 但随着港版XX法实施以来 长长期来看 香港资本市场也许会按照A股那样进行调控 变成割韭菜的一个重要场所 把港股发展壮大 也许就能割全球的韭菜了 我是小舵手 给大家讲述中国商业经济发展背后的故事 欢迎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